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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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AMPUS的優仔工房 現今的資訊真的很快 一開始想著有些時間來英超的小總結 然後就是歐聯 歐聯又打了 歐洲國家盃都很快就開始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 現在討論歐洲國家盃球隊的情況 始終大軍名單各方面都已經定了 最重要這一段時間 臨開球前有一些熱身賽 透過這些熱身賽真正進一步 加深認識這些歐洲國家盃 決賽州的球隊 其實小弟剛剛在較早前也做過一場熱身賽 兩隊都有打進今屆的決賽州 想和大家談一談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 大家知道近年他們有些戰士 都港版受到注意 那些球隊令到他們被以獲 本來都OK的 令到他們更加團結 今屆歐洲國家盃決賽州 烏克蘭就會編起伊組 其實是亂局 有比利時、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烏克蘭 感到這四隊球當中 比利時的機會當然是高一點 其他那幾隊都是實力 初步預計都算是接近 烏克蘭都是亂局 在伊組的分組賽裡面 但是看過烏克蘭對著德國隊的賽事 我對烏克蘭是有些期望 因為始終分組賽是24隊出16強 難度不高 最佳第三 烏克蘭給我的感覺是挺好的 他們的教練 聶寶夫 跟之前的舒夫珍高一樣 都是踢而有質教 舒夫珍高現在做了足總會會長 聶寶夫 踢過熱刺和韋詩咸的中場球員 他帶一群球很清晰 三中堅、五人的防線 打快速的反擊 對著德國隊的一場都是這樣踢的 當中後防方面有沙班尼 這位是班尼茅夫的中堅 是可以的 今季在班尼茅夫打得很好 龍門剛剛那場日宜賽 出了泰賓 因為賓菲家的門將 但我預計正選門將應該都會是龍尼恩 龍尼恩在黃馬也是打得很好 左邊當然有施真高 這位是阿仙奴的中後長球員 或者叫左翼衛 因為三中堅 前面其實我預計 剛剛熱身賽就用了耶林卓 但是我預計一定會出那位 就是剛剛應界的西甲的神射手 來自基朗拿的多富壁 高大的中鋒 擅長打快速的反擊 他們的王牌方面 就是左邊的梅迪力 這位車路士的快馬 擺到國家對烏克蘭 就是一個很主力的 特別是快速的反擊 三線的分量都不差 經驗豐富的有隊長 鐵薩克達的史提巴蘭高 還有有好球之人的耶莫蘭高 也有基朗拿的 另一位是迪肯哥夫 所以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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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成型的 我預計烏克蘭不會在分組賽 那麼容易畢業 也有機會去到16強 如果再踢得好一點的話 那個期望值去到8強 就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烏克蘭這一支參賽球隊 最後在分組賽 在E組的分組賽 烏克蘭最終的表現 是否能夠順利出線 好的 邱仔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安播體育傳媒 接下來賽前的預測 歐洲國家盃的過程 很多事情都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請留意我們